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书院的名字叫五如书院 英文是Wu Yi Sun College 最后那个新字令我联想到是新的 我觉得五如书院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 和奇迹发生的地方 我最喜欢五如书院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有创意 这个本身也是我们的书院的一个理念 还有整个充满的气氛 環境和社交财力 在这个新的书院里人少 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所以我进来是可以由我们的双手 去平齐这一家书院的历史 我们书院得到五如书基金会的慷慨之助 在2007年正式宣布成立 随积在2010年我们进行奠基典礼 在2013年秋天就完成 我们书院的原子就是大学宾馆 由于大学宾馆很有历史的价值 所以我们将它主体的部分保留下来 围绕着这个大学宾馆 我们建了一座是U形的建筑 就成为我们的校舍了 至于修生方面来说 我们在2012年正式收第一批学生 大概300人 在2015年的秋天就达到1200个学生 其中有一半个学生就可以在校舍里面住 我们书院的缘分是四个字 是博学督行 所谓博学就是我们 是期望学生能够学识比较广阔 视野亦都比较广阔 那么督行呢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学生 勇敢地将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想法去切实执行 不要怕辛苦 又不要怕失败 更加不要怕失敌 我们书院讲求的是创意 亦都希望我们有创新事业的精神 那书院就很希望透过这个学习 构思 然后到最后实践的过程 是帮助学生能够达到这个创业的精神 那学习里面呢 我们有环语探索计划 同学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 经历文化上的经济上的一些体验 西藏这个地方 现在因为经济发展而破坏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想探讨环境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专业研习计划的 我刚刚五月底就参加了 我儿孙搞的一个上海 professional learning scheme 那我也都有机会到酒店里面的一些部门 去看看他们真实的运作 甚至可以帮忙去做一些他们 daily operation的东西 那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虽然周围都有很多创业活动 那譬如创业实验室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去给同学自由 去发挥自己的创业 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创业实验室呢 最希望能够达到的东西 就是将不同的学科学生能够带在一起 当我们有一些东西想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 无论是可能资金 或者是这里的工具或者技术 这里就可以给到你这一切的东西了 创业实验室呢 过去跟TED都有交叉 也有说到很多的社会企业 一些创业企业是怎样形成的 透过一些体验式的服务 同学是能够建立自己一种人民的关怀 以及会承担服务他人那种的责任 我们的学生也有很多活动 我们参加了很多活动 我参加了不少活动 例如有去缅甸的服务 去四川的服务 我们的学生不只需要英语 他们需要用英语的服务 不仅仅是用于他们的责任 但对他们的普通的利益 我们可以允设他们的不同方式 在同时使他们有机会 使用于他们的学习 和服务其他人 主要是英语 或者帮助他们的英语 和英语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也做了家训练 我认为是非常有趣 给他们的感觉 他们的感觉 服务人是一个永远不会休止的旅程 在北专业之后 我想我也可以继续关心社会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我认为五儿孙 真的是一间很绿色的室圆 儿孙艇会有这个厨余收集站 我们会定期搞一些绿色夜画 还有其他学校都没有的绿色 例如会搞一些植树日 远竹 还有会派一些小盆栽 给我们的房间增加一些绿色的生气 看着植物生长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买东西回来 然后自己再播种 看着成长林花 我觉得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还有环境方面 真的是一流 因为它是新的宿舍 刚刚才起好 所以它整个环境都很新、正、很漂亮 我最喜欢就是早上起床 没什么人的时候 你望出五儿孙艇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很正的 就是主宿可以有一年时间 给你和一个人 或者你活跃一些 可以同一帮人 变成很好的朋友 他们真的想分享 全文化的文化 和成为CHK学生 想让你感觉到家庭 很开心就是五儿孙艇书院 它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奖学金 有艺术发展 有社会服务 会很着重你其他方面的发展 不单是在学术上 藉着通识教育课程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以敏锐的触觉 观察为分析社会事务 并建立服务社会的精神 达致促进社会发展长远的理想 我自己最想做到的事 就是未来可以将 艺术这么大影响力的一件事 融入在社会工作里面 其实商业不是为了赚资 也可以帮到这个社会 想令到香港这个 只是理考试的教育制度 想改变一下 可能我将来都会有机会 和一些其他很有创意的人 聚上一堂去从事艺术 或者创造的行业 我目的就是希望四年后 一个同学进入读书 他充满造势的热情 能够有创意 而且有关心社会